兩位里長,還有我們所有的慈濟師兄姐 我們內部的鄉親朋友 還有我們綠黨的召集人 潘先生 還有李日記先生 我們的保護聯盟的朋友 我想非常的敬佩慈濟 能夠在提出這個案的時候 經過這麼長久的努力 然後還是持續跟居民溝通 我也很肯定,剛剛很多的朋友都在談 我們台北市市民的水準越來越高 大家都有權提出自己的意見 讓其他有關聯的人都能夠聽得進去 其實今天各位提了這麼多的意見 我相信以後還會想到更多的問題都可以再提出來 這是一個很好的溝通 很良性的溝通 剛剛有人提到說政府不能相信 我勸各位還是要相信 如果各位不相信 我就不在這邊了 政府其實上替居民做了還蠻多事的 也像區政、戶政的滿意度 現在都高達97% 這個不是沒有做事的 那實際在這個環保的部分 非常努力的在做 默默的在做 也潛移默化很多人在做資源回收 所以當台北市政府在90年提出資源回收這個政策的時候 那麼宣導短短的三年 全台北市資源回收 讓文化廠本來要再蓋 讓掩埋第三代政策本來要蓋的 現在都沒有了 所以我想政府的努力 也是值得大家來肯定 我想這個 肯定政府就是投票 如果你們覺得政府可以繼續信任 就肯定他就投票 我覺得就換人做 這個很簡單 但是我想我們還是會持續的努力 把各位的意見 能夠跟慈濟做溝通 也希望慈濟這邊的意見 各位都能夠拋棄一些偏見 拋棄一些陳見 敞開心胸 大家一起對談 像剛剛很多人的意見提出來 這邊有回應 法律的問題這邊有回應 那是不是要用高標準 是不是要在水保的部分 再一次的來做這個審查 我想我還是那句話 事實上市政府渡期會 很多的委員都是委外的 立場很多都跟市政府不一樣 所以我想我們還是要 這個希望各位的意見 盡快的表示出來 我們也希望實際盡快的消化吸收 就像這幾年我看到的 很多的規劃案子內容 都因為各位的意見而做一些挑戰 這都非常好 我們希望趕快送進去 到都委會去 儘速的去討論 他是要準還是要修正還是要佛爵 我希望這個地方就像很多居民談的 不要再變成比較好像內湖落後的點 我們希望這個地方變成一個亮點 讓大家居住在這邊都以居住在內湖為用 我們有大湖有壁湖 所有的登山步道 你看每天 捷運當初大家反對的鑰匙 現在大家高興的要命 每天來的人很多往這邊往山上走 有把山踏平了嗎?沒有啊 各位多慮了喔 但是登山步道因為很多人在走 政府每天都在上面羞羞補補 每天都在上面要整修 我們很多在座兩位里長跟我們內務局其他的里長 39位里長都在爭取啊 現在大地工程處拿兩個 一個是登山步道 拿到全世界去評比我們的綠色環境 真的也是做到讓我們很光榮嘛 這個都是爭取來的 爭取來的 那建設好或壞不一定 各位能夠提盡量的提 好我們希望政府跟慈濟這邊都能夠盡量的把關 盡量的調整 能夠大家能夠有共識 但是一旦興建了之後 各位要愛惜它 而且要不斷的去照顧它 去發揚它 讓它變成真的是我們內湖的亮點 除了AIT之外 我們的AIT啊 真的我跟里長也提 雖然在興建的過程中很辛苦 我們跟他建議什麼他都不會聽 因為他直屬到內政部來管理 我們市政府根本管不著 但是他開發過程中這麼多問題 我們還是不斷在協調 那協調總是會有成果 那我們希望協調過後 它建設完之後 也變成台北 也變成內湖的亮點 我們總是希望 我們住在這邊能夠環境更好 那這個都是 我要再繼續努力的地方 也希望各位多給我們意見 謝謝各位